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数字上来统计来看 光是日本大阪的环球影城 在2022年就创下了1200多万人次 越居全球路源人数的第三名 而东京迪士尼也公布了游客的造访人数 从1983年的4月开幕以来 历经了38年又318天 终于在2022年的2月26号这一天 正式突破了8亿人次 可以说这两个乐园是台湾民众最喜欢 去游玩的国外的乐园 所以想一想 是不是你的心中又一座充满回忆的游乐园呢 在过去出国不是那么方便的年代 森林休闲园区或者是机械式的主题乐园 一直都是国旅最大宗的旅游形式 还记得物资乐园 雅各花园或者是卡多利乐园吗 这些已经消失的乐园 曾经是台湾好多资深公民们的美好回忆 有个很可惜的是这些乐园我都没有机会也无缘造访 还可以说乐园这样子的回忆 在我童年的记忆拼图里面是永远丢失的一块 也因此我对游乐园有一种莫名的感伤跟心动 而1978年富商郑宗敏先生赤字的上意 打造了北台湾最新潮的亚洲乐园 他设置了当年代全亚洲第一座 让人惊声尖叫的自由落体 刺激感十足的云霄飞车 还有可以远眺美景的摩天轮 而营运短短的一年 游客人数就突破了200万人次 雅各乐园旁边 还有一座由原住民黄荣泉先生 所创办的仙岛乐园 乐园周遭饭店可以说是凌厉 他一时之间非常的热闹而且繁华 原来当年的政府积极鼓励民间来发展 桃园石门水库的休闲产业 也因此让石门水库的周围 成为1970年代台湾最闪亮的灯光中镇 来江湖岛的船一天只有两班 寄生虫我就不信我躲不到你 马托边等待的是男主角阮晶天搭乘的渡轮 只是这江湖岛究竟在哪里 红色警戒所有船一律停开 除非那只寄生虫用油的 不然我要看超自野南非 2008年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 与主角陈乔恩的老家设定在虚构的江湖岛 码头拍摄场景其实是石门水库的枕头山下 要坐船的贵宾请到码头来 等一下就有船拔开了 98年左右我们开始启动这个航线 有没有那时候几乎每天 哪一个船长跑个两趟是没有问题的 游湖朝圣江湖岛业者卖力招揽 毕竟戏剧下档热潮不再 生意没以前那么好做 望着湖面依旧破光玲玲 也让人不禁想起三四十年前 石门水库热闹景象 当初在我们园区里面有四大乐园 第一就是我们亚洲乐园机械市 当初在我们全台湾是最大的机械市 而且有缆车 快点 看妈妈这里 无论是搭乘太空飞轮 游圆火车 音乐马车 摩天轮 都能听到大人小孩的欢笑声 你要坐摩天轮 当时台北市有一个儿童乐园 那边有一个小摩天轮 太小了 一点刺激感都没有 其实亚洲乐园最大的亮点 就是有个云霄飞车 向下俯冲 左右回荡 当年业者还主打东南亚 首座站立式云霄飞车 号称是五六年级升的台版迪士尼 亚洲乐园坐落于石门水库 后池宴旁的南院 占地10公顷 由菲律宾华侨郑周敏投资新建 那时候刚好碰到什么台美断交 然后他就说我支持政府 处愿不禁装机之墙 我要投资 在台北市他不是投资亚洲世界 一个大饭店 然后在石门水库 他就盖了一个亚洲乐园 郑周敏靠仿制厂起家 精准独到的商业眼光 往后更多角化经营 跨足金融 工业 土地开发 和旅游产业 庞大的企业帝国 让他荣登1997年 美国富比市世界前十大富豪 华人富商之手 叱咤风云 70年代的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 台美断交 风雨飘摇 根本没有外商敢投资 郑周敏却反其道而行 豪杂一亿美金 挹注台湾市场 位在台北市敦跨南京路口的百货商场 前身便是郑周敏新建的 亚洲世界大楼 他目光如炬 同时锁定石门水库的观光潜力 这么大的土地 然后有山有水 来发展这个乐园的话 一定是可以吸引大量人潮 所以那时候 刚好政府的政策也是有这个意愿 开幕的时候 整个园区人潮汹涌 你不知道想象 那时候我们统计过 隔联的那个禁园区旅游的人数 冲到我们这个历史的星岛 1978年2月 亚洲乐园开幕 堪称是北部最大型游乐区 隔联入园人数更突破200万人次以上 那是石门水库观光最兴盛时期 360度云霄飞车 然后摩天轮 然后什么娃娃杯 然后那个痛碰车 这些小朋友都爱玩嘛 其实在当时 这样子的游乐区的形态 就开始如雨后春神了 所以石门水库的周边就有很多 医者湖畔建造的龙珠湾便是其一 当年还标榜烤肉 住宿等休闲功能 一应俱全 不过真要说石门水库游乐区的鼻祖 就不能忽略仙岛乐园 通常这样坐船过去那个岛要多久 大概五六分钟 仙岛并不是一座岛 而是突出在石门水库的半岛 采访团队搭乘上半 跟着仙岛乐园创办人后代 一同追寻往日荣光 这个最早期我们上岛一天到乐园的时候 这边都是石头路跟风气的石头 就一直往上沿路 然后就是自自行要爬上去 过去要搭船到对岛才能 十几而上的步道如今已不复见 必须从另一头靠岛才能登岛 小心喔 就看见当年乐园的围栏 已经秀矢斑驳 当年的胸腹 他自己就是拿水管 水管然后开模 然后灌 然后放在里面钢筋 自己盖一下 为了要换这些材料 他自己去研究做柳绒 1964年石门水库完工啟用 除了灌溉集水发电用途外 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观光业 当时完工之后 水库里面有很多游客 来这边 哇 这么大的水库 这么大的湖面 没有见过 每到假日的话 都是人潮汹涌 水库真的是在台湾 很少见到这么大的湖面 这么大的水库 那时台湾从农业社会 步入工业化 观光旅游的概念开始萌芽 顺着这股风潮 泰亚族人黄荣泉 同一年开辟 充满圆明风味的仙岛乐园 用粗细不一的枝条树干 组合而成的大门 仙岛二字高挂上头 左侧以英日文写着欢迎光临 可见黄荣泉非常具有国际观 他觉得这个地方 根本是人间先进 他就觉得 那我们就取名叫仙岛好了 他觉得我们泰亚族 我们原住民 他是有文化的 他是有知识的 这些东西应该要让外界 原住民之外的 其他的汉人他们应该要 要懂得尊重 早年原住民受到歧视 文化遭到忽视 鸿鸿泉却大力推广 反其道而行 在园区内设置射箭厂 让游客拉弓箭 体验狩猎生活 也有瞭望台能够居高临下 虽然没有亚洲乐园那种机械设施 但仙岛乐园提供交游踏青的 另一种选择 远眺门大坝 留下倩影 享受不光山色的情游 就是妈妈欣赏水库的景色 在树下听鸟鸟声 生意是很好 人是不是络绎不绝 那个游艇的那些司机啊 船那个船东啊 他们每一个人的脸都是很难看 因为开船开到累 火气就很容易大 而且你第一个 你客人都满满的 那个船 那客人要是一边的话 船会翻啊 所以那个船东就要求客人说 你一定要大家平衡 不能光靠一边 来到深深水库 就应该要来仙岛来朝圣 这样子 所以说很特别嘛 如果你在对面的话 大家都会想 对面那座岛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或是很好的景点啊 还有原住民歌舞表演啊 大家都会来看 当年登上仙岛乐园 最具看头的 就是原住民歌舞表演 舞者身穿传统服饰 他们都是黄龙泉 亲自礼聘来的 阿美族原住民 花莲跳舞很有名嘛 那种大的 蜂莲鸡的大场面 爸爸就跑到那边去 他就一家一家的去寻找 这部跳舞的小姐啦 无论是舞步 首饰都相当到位 舞者演出既亲切又热情 有时还会跟游客合照 吸引慕名而来的游客 遇到大节日更是补帆 最多差不多十场吧 这个人多的时候啊 尤其你想想看以前的观光区很少嘛 那那个时候中秋节 人家晚上都要开放 到晚上十二点 那我们这个路啊 这样这个路啊 没办法走啊 都是人 表演的舞场 如今 黄檐曼草 依稀还能看到地上的图腾 大概的人造物回归自然 土地继续滋养万物 仙岛乐园风光二十六年 最终因为旅游热趣的转移 不得不画下休止符 痛心疾首 当然非常难过 但是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那只能是这样子嘛 那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那我父亲当然是很难过啊 1980年前后 石门水库附近多出了野生动物园 和袖珍博物馆形式的主题乐园 日后也各自引进更刺激的机械设施 仙岛乐园和亚洲乐园 1989年营收逐渐走下坡 1998年垂席灯号 我对亚洲乐园它的腹地也不够大 石门水库就是活鱼几吃嘛 那就是游湖嘛逛逛看一看 那这个东西等到后来南部 深门水库也来了 什么乌山头水库也来了 对不对 事实上当年政府会推广石门水库观光 鼓励民间投资 1976年芝麻大酒店 1987年到乡村大饭店 相继成立 石门水库俨然是国际级观光景点 但游客新鲜感不在 终究难晚颓逝 倒闭邪宴 习近千华品味水库之美 那些年的喧嚣与繁华 成为台湾观光史闪亮的篇章 在我个人的旅程之中 有几处遗址让我印象深刻 其中一个是在被称为 中东玫瑰的美利国度 约旦 大概是在首尾东北方 100公里处的甲瓦 这是一个由玄武岩碎穴 以及出力石所构成的黑色荒漠 只有极少数的贝都因人 会在这里来进行季节性的游牧 但重点不在于它一望无际的壮丽 而是在广阔的荒凉之下 隐藏着人类文艺的奇迹 乍汗之下呢 它只是一座座破败的石吨 如果从空中不看 你会发现这些看似漫里目的线条 好像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931年的时候 法国的探险家安托万·博德巴 从空中观测的时候 认为它是古罗马军团的驻地 不过一直到了1972年 来进行考古挖掘的时候 才震惊了学见 原来这些土敌呢 是建造于公元前大概3500年 到3400年之间的甲瓦大坝 而甲瓦大坝呢 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水坝遗址 而另一处呢 让我印象深刻的水利工程遗址 也是在沙漠之中 它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 所建造位于叶门的 马里普大坝 而它的宏伟程度呢 一点也不会输给 古罗马或者是古埃及的遗迹 不过呢 你相信吗 根据古老的传说 这座伟大的水坝 竟然是被一只 坏青年的老鼠给啃坏了 而随着呢 马里普大坝的崩毁 那主宰阿博泛岛南方的 撒巴王国 也随之呢 土风瓦解 水利工程 它的兴建跟衰败 看来和文明 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其中也隐含着 韩文人知的历史血泪 像是在位于 桃园的石门水库 当年呢 以东亚第一大坝的姿态 来享誉国际 而它的蓄水量 高达了3万立方公尺 它蓄积了桃园新竹 所留下的大汉溪溪水 那直到今天呢 还持续地滋养着 北台湾超过400万的子民 然而它的兴建 却是一条漫漫长路 不仅面临了经费短缺 还一度呢 因为地质条件 来变更了设计蓝图 它其中充满了 各式各样不安的变数 一条白龙奔驰在石门大坝 翼红道 往下倾泻 如同千军万马奔腾 在向上要骑 一旁的排沙隧道 水柱喷射而出 如卷起千层雪 每当台风天 接近安水位 壮阔景象 美美吸引 民众微风雨 前来感受石门水库 调节性泄洪的暴力美 蓄水量3万立方公尺的石门水库 蓄积从桃园 新竹山区留下的大汉溪溪水 供应桃园市全境 以及新北市 新竹市部分区域 滋养约400万的子民 英国13年 那一年发生的桃园地区 桃园台地这个地方 发生了大扑汗 民众 哇就是非常的期待 政府来建水库 十万年前 桃园台地抬升 大汉溪水流不到桃园 明清开始 鲜明便开辟皮膛来除水 直到日治时期 1924年日本人从石门峡饮水 修筑桃园大盾 但也只能灌溉到地势较低的北桃园 总督府也想直接竹坝蓄水 彻底解决桃园用水灌溉问题 后来日本发动战争 自然也没有多余的心力 搞水库这项工程 1954年桃园大哭汗 国民政府才由经济部成立 石门水库设计委员会 要争取美元的补助 改大坝 那设计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把 定案计划的报告把它拿出来 那到底要定案什么坝型 定案的坝的位置在哪里 坝的规模多大等等 需要国外的专家来协助 review 那当时就是这个萨凡奇 这位美国的这个大坝专家 就应邀来来协助 萨凡奇是美国大坝专家 一生主持60个水坝工程 胡佛大坝就是他的代表作 当年台湾没资金 没技术也没人才 所以当萨凡奇到来 受到民众热情出涌 萨凡奇不但翻山越岭 也站上偏洲来往于溪水之间 就是要确定石门峡这儿 究竟能不能盖水坝 那当初选到这个地方 一方面这个地方 它能够蓄水的空间最大 因为你越往上游 越往上游就一定是地形越高 那能够蓄的空间 相对来讲就比较少 石门有三处两侧山脊 狭窄的狭湾 最后挑中石门三号狭作为坝址 地点确定政府便与美国签约 石门水库建设经费 约新台币33.9亿元 美元就占了19.02亿元 贷款给你 但是你这个钱 大一部分是做工程 一定做到现场 但一部分的工程 要回到我国内的产业 包括什么呢 就是顾问业 1956年7月 石门大坝动工兴建 但中美合作下来 却发现很多问题 总工程师顾文奎 报告工程进展时提到 工期和经费 都有美国人估计 但是否会超支 延期 美国人一概不管 感叹美国人有权无责 中国人却有责无权 甲方就是实践会人员 是政府单位 最关心的就是经费 不能增加 其成不能展延 不管经费增加 其成展延 都会有相关的 很困扰的事情 这些都不会顾问 或是在意的事情 他们只在意技术面等等 更严重的是 尽管政府方面 在选定坝址前 已经做了调查 但等到1959年6月 大坝基础开挖后 美国专家才发现 坝址两侧的山壁 都存在着裂缝跟结理 整个地址的条件 并没有像当初开工前 所做的规划设计那样的 所做的有限调查 那样的预期的好 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 继续施工的话 就你的地址条件 没办法支持 那肯定后续就有问题 原先的设计是 石门大坝盖的是拱坝 它的特性是 将水压倒向两侧 所以非常注重 山壁土石的坚固程度 现在工程都进行了 才说大坝的两只脚 恐怕撑不住 法国的悲剧 又在此时 对于我们敲醒了警钟 这些照片显示 这些照片显示 一万亿粒的水 突然出现了 同年12月 法国马尔帕塞水库溃堤 大块混凝土 被洪水冲垮 偏偏这个水库盖的 一样都是拱坝 正正在盖石门水库的 台湾政府 看的是胆战心惊 虽然说这两个坝的条件 它们的坝跟我们 斯文石库的这个 坝的条件 地级的条件 不一样 不过 毕竟都是拱坝 那 所以也难免会引起一些 一些联想 就这个拱坝 是不是不安全的 这样的问题 美方估算 如果坚持用混凝土拱坝 经费将增加 一千两百万美金 公期展延两年 但若将坝体改为土石坝 经费无需增加 公期只需要展延一个月 因为地震很多 万一有什么地壳的变动 地震的话 它本身 因为它柔性的结构 它可以稍微 自己调整一下姿势 有站稳 工程开始后改坝体 在全世界的水库工程中 极为罕见 但台湾与美方专家 通力合作 硬是重新设计出新案 石门水库多目标开发工程 在国内尚属创举 一切缺乏潜力可训 万丈高楼平地起 盖水库也一样 重机具进驻 倒水隧道 大坝 易鸿道 发电厂 护驰验等 所有工程就此展开 这么六十年了 快六十年了 你看 它还这么坚固 你看 当初建造应该是很辛苦 那时候当然很辛苦 我们那时候七千多 我们那时候上班就用走路了 看着一颗颗大小不一的软厘石 堆叠在大坝的表面 高龄八十六岁的许名船 对石门水库的坚固性 依旧很有信心 这整个都是石头 你不要看到有树 但是表面有填土 它才会长出来 其实底下都是石头 因为有土木专长 1960年许名船 功逢其盛 参与竹坝大工程 那时候我在正工所 正工所有一个同事 什么时候再招考 我们记好不好 就一起来考 两个都考起了 当时从全台湾招考七千多名技工 在美国顾问的培训指导下 从挑选红土 检验 到土石堆砌 施工 分门别类 各司其职 工人们拍成一列 传递软厘石 由上而下 一层一层的堆叠 折密压石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尤其是中间的葡萄水星层 工作人员必须开着交轮滚压机 每回必须压十次以上 许名船负责的是最后的把关检验 责任更重大 有的那个脚都压不到 你要叫他那边多压一下 他说用人工去把他扒平 我们可以开单的 他不行的话 我们马上就开单 开单会怎么样 加到改 不改的话 他会往上爆 除了大坝以外 建水库也需要大大小小的隧道工程 无法使用炸药 必须靠人工一产一产挖掘 危险性相当高 七千多个里面有很多人都做 你看那工作都坚固 因为那里面都是隧道工程 所以那工程都是用人工 小小的洞在那里做 我们那时候要赶工 赶工的时候有 晚上二十四小赶工 也没有 列佳日也没有 过年过节都没有 那那夜班的 他说那个顶班的 昨天晚上开车子走掉了 宽车了 反车 反车 结果那种 我们都不知道看现在 没有什么 八年建造过程中 三十四人不幸殉职 但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 就算有人往生 也必须立刻排除 洪水是在河道施工最大的问题 一定要尽量抢时间 除非必要 不然就不做展颜 你展颜 多展一年 搞不好你都没事 最后展颜那一年 那一年出问题 那你都白会了 1963年9月 石门大坝 易鸿道 岛水隧道封堵等工程 接近完工 七年工期 尽管遇到台风 都安长度过 不料 来势汹汹的格勒里台风 却无预警的 给石门水库 来一场仓促又严酷的验收 根据国际人道法 水坝被视为 含有危险力量的设施 因为水坝只要遭到破坏之后 将对居民还有环境 产生重大的影响 1975年的8月 在中国河南省的南方 淮河流域一次大规模的 溃坝事件 包括了板桥水库 在内的62座水库 因为这个台风尼那夹带的 特大暴雨相继的溃坝 而这场灾难呢 造成了大约17万人的死亡 超过1100万人无家可归 而1963年的9月 格勒里台风侵袭台湾 那桃圆的石门水库 的陆库洪水量呢 多达了8亿6千万吨 足足是水库容量的三倍 而在当年创下了空前的记录 这场台风来得又急又猛 如果不赶紧泄洪 恐怕会酿成难以想象的灾难 而当时的总工程师 甚至喊出了要与水库共存亡 1963年9月 格勒里台风来袭 北台湾一片汪洋 灾情惨重 石门水库集水区 累积雨量多达1375毫米 入库洪水8亿6千万吨 足足是水库容量三倍 在当年创空前记录 根本来不及啊 刚完工大水就来了 都还没有确定 没办法即使确定说 我每一个部分 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好 都没有问题 都来不及 都来不及 所以真的很简洁 没有时间测验 没有速运转都没办法 一下子穿水跟走 一下子从丰富的门库 新进完成的石门水库 一夜之间 蓄水达1亿多立方公尺 工作人员没料到水 来得又急又猛 在坝顶上冒远来回查探 如果不紧急泄洪 万一让水漫过坝顶 恐怕危急大坝本身 如果有个地方漏水的话 那时候是从坝上一流的话 那个都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不是那种 是说要以水库共存完 水是有重力在流的 一流就有流速 流速就会把土石带走 带走之后 你土壤石头就不能带走 一带走 巴黎就缺一块了 一缺 一缺就巴黎就倒掉 但此时下游大台北地区 早已力劳成灾 石门水库再泄洪 疑对民众雪上加霜 官员陷入两南 9月11日清晨5点 水库水位已经涨到236.5公尺 距离巴黎只剩14.5公尺 而且雨势毫无趋缓迹象 实在撑不下去 只好下力泄洪 水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比我们目前的易用道 还高 还高 这个闸门全开 它依然一直在往上升 还恐怖 放的水不及累积的 六山闸门足足开了两天 索性上游集水区 旅逝渐缓 大坝没垮 石门水库的危机总算解除 1964年石门水库完工启用 石门大坝坝高133.1公尺 坝顶长360公尺 在当年也是东亚第一大坝 即供水、发电、防洪、观光于一生的石门水库 走过60个年头 标志着台湾水库工程的重要里程碑 美国著名的政治还有历史学者尼克卡拉瑟 在饥饿的世界 美国在亚洲的贫困冷战斗争之中指出了 大坝建设要求国家以共同的名义下来号召 也让人民流离失所 而导致了规划者跟民众之间有不公不义 和不对等的关系 而他甚至引用了印度内政部长莫拉吉德塞 在1960年代向村民发表的演说 他说如果你们不合作千春 我就要放水淹死村民 而近代史中最著名的案例 莫过于中国三峡大坝的兴建 它的规模是美国湖佛水坝的五倍之多 是一座长达600公里的水库 而它的存在却导致了超过100万人失去了家园 同时也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和文化遗址 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当地的生态变化 那根据NGO组织的计算 光是2008年一年 全球就有将近八千万人 因为水坝的兴建而流离失所 而当年为了建设十门水库 其实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一生 1961年政府发出了征收土地的通知 那包括了泰亚族人还有汉人 大概多达2800多人被迫放弃了土地 虽然政府在40公里外的观音海边 打造了十门水库的移民新村 却开启了著名往后生活的波折与哀愁 桃园大潭电厂肩负全台发电重任 近年因为建设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引发保育大潭藻礁的声浪 2021年甚至成为公投工房焦点 声明大造 这个靠海的小村庄 60多年前曾经是一群汉人 与原住民被迫迁徙的新聚落 只会成就十门水库这项浩大工程 我们的土地以前就是在十门水库 现在淹没区 在黄志敬的父亲还没创办仙岛乐园前 祖先就市区大汉西畔 他口中的淹没区包括桃园大西与复兴 面积约1024公顷的耕地与民房 留下的珍贵照片可以看到 十门水库建造以前泰雅族卡拉社人 与汉人在此耕种 由于行水区的土地坡度平缓 土壤肥沃 不必施肥就能种出绿油油的稻碎 翠绿饱满的蔬菜和青葱郁郁的茶叶 每到收割季节 人民总是心情又欢喜的工作 仿佛一片世外桃源 那我们的农地 那我们以前就是种植稻米 我祖父的好朋友 然后来帮我们种植 然后晒谷 原住民跟汉人 开始在接触的地方 这样子的地方 它是最有经济价值的 富足豐饶的生活 因为建设石门水库 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1年起 桃源县政府陆续发出征收土地通知 包括泰雅族128户 汉人288户 总共2870人 通通都要被迫放弃 原来耕种的土地和居住的房子 大部分的原住民 很多教育程度 不是很高 其实牵什么 他大概也不是很清楚 是牵什么 在当时 可是也有一些 就是异议分子 比较有知识的 而觉得这个是不可行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会请那个警察局 如果你有异议 有意见 他就先帮你起到警察局 说有事情找你 然后去那边 就泡茶 然后在那边坐 等这个会议结束 他就帮你放回家 就脸红带片 好 用拐的 安啊 没事啦 你们去喔 我们会给你们钱 让你们盖那个砖屋啦 那我们从这边看 你盖起来还蛮漂亮的 然后我们有 里面有卫生所啦 有派出所啦 什么都 学校什么都有啦 应有尽有 政府会跟你照顾得好好的 你在这十门水库的鱼 只有小小的 你知道那个海边的鱼 有多大吗 比那个房子还大 你那边可以抓更多的鱼 而且他说土地会越来越大 因为那个沙子 会一直积到你的水边 然后你的土地就变成越来越大 族人就这样被骗过去啦 政府为破千户 所找的安置地 是距离十门水库四十多公里的桃园 观音海边 包括大潭、树林、草榻等村庄 再次打造新市镇 村子口树立牌楼 写着十门水库移民新村 成牌的平方看起来井然有序 还有小学、卫生所等设施 都跟政府讲的一样 不过正当居民拎着大包小包 一彻彻的家当 进驻这一个所谓的移民新村 才发现生活大不易 我爸爸去了之后 他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稻米种下去之后 大概五天到一个礼拜 就都枯萎 他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才发现 他底下都是 因为盐分太高 沙土在海边 才发现没有办法种 没罚种植就等于没得吃饭 有人甚至趁十门水库 还未蓄水 在旧土地上 能种多少是多少 山区、海边两头跑 他从阿姆平 每天骑脚踏车这样 骑到海边 这大胆 这是我们家里要大的地方 那时候是寸草不生 腰秀 这是怎么大 所以心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 一个质量的市场 另一方面 还有82户原住民被安置到 离石门不远的大溪中庄 没想到正要平手之足 开辟新天地 1963年 格勒里台风自虐 又把他们的新家毁于一旦 闸门全部打开来 因为那水太大了 那水量太大了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 新建中的中兴新村 也就是我们的聚落 然后一下子就 我们所有的家当 牲畜 就毁于一旦 就全部被冲刷走 最终原住民部落 被迫再一次迁徙 一起搬到大潭 然而他们分道的土地 比汉人更差 几乎无法跟踪 中日在饥饿与贫困中生活 黄志敬的父亲选择放弃 回到石门水库 独自辟建仙岛乐园 但毕竟不是每个泰亚族人 都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是比较幸运一点 水库盖起来还有仙岛 我们还可以回来 可是其他人就没有办法 他原来的家园 都淹没在石门水库底下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就只能在那边 他不是愿意 但是只能是这样子 他们刚刚搬迁到 就是碰到这种沙头 那从这种沙头地 变成这样的良田 经过了十年 可是好景不长 当初的移民新村牌楼 随着马路拓宽改建过两次 移民聚落随着工业化发展 也有了新面貌 1974年高营化工进驻 成为新邻居 石门水库的移民们 原本还寄望着工作机会的增加 能带来生活的改善 我们台湾家庭都是多子多孙 有相当多的劳力人口 所以一般边种田 那种田有龙芒龙贤的时候 龙贤的时候 他们全部跑到这边来做工 所以这个工厂在那边 当时都好高兴 可是慢慢的 无论是泰亚族人或汉人 身体却产生了变化 没有办法睡觉 哪里痛啊 这个两臂 这个肩肩肩都对了 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慢慢走 双脚却像被蜜蜂遮 被蚂蚁咬一样 关节又酸又痛 只要躺下来 肩膀就会痛到不行 晚上只能靠在沙发上睡觉 这样的怪病 一直纠缠他们 物药可医 骨头啊 像我们这样的手 都没有办法抬啊 背啦 要算被动啦 那个脚啊 算什么 麻麻的这样 我们竹人死了 好几十个人 那为什么会死掉了 因为得了一种叫痛痛病 那个痛痛病 其实它就是高音化工 它的沸水没有经过处理 就直接排到 我们种植的稻田的旁边 那竹人就吃那个 吃那个时候就是变成 狗污染 就变成金属中毒 那怎么死我不知道 就是它那个痛是很可怕 那个指甲会发黑 然后莫名的痛 我们知道桃园是用那个 桃园大菌和石门大菌灌溉 它就把水排到 它前面的水菌 就是桃园大菌的水菌里头 有毒的隔水透过沼沟 进入到农田与稻米 多达17公顷的土地遭到污染 泰雅族聚落 因为最接近高银废水排放口 受害最为严重 1978年才测出土地遭到隔污染 1982年政府宣布大潭村休耕 两年后以每公顷18000元 补偿农民损失 但只怕是杯水撤薪 1988年居民发起抗争 逼迫高银化工停工 却无疾而终 最后政府将污染区收购 变更为工业区 好不容易在此落地深耕的移民们 只能领取补偿金 各自安置 再一次面对迫切的命运 伤害最大的地方 是族群跟族群 人与人之间 这个支离破碎 非常辛苦 青族四散 羁绊不在 石门水库造福北台民众 用水的同时 谁还记得 这是牺牲著名的权益 让他们当起吉普赛人 犹如师根的扶贫 今天蛇街上的历史 要为观众朋友来介绍的 是桃园大溪的名产韭菜 每到了九月韭菜花盛开 但满田遍布的小白花 仿佛下了一场九月雪 吸引的游客驻足观赏 而韭菜之所以会在这里盛开 是来自一场意外而美丽的邂逅 1980年代 一位不知名的农夫 一边赶鸭子 一边将朋友送的韭菜籽随风洒落 他意外长出的韭菜收割之后 有微微的辛辣感 但是又带着清香 意外的也成为当地农家 口耳相传的必种蔬菜 历经了40多年的种植历程 土壤却悄悄的出现毒化 而来自中庄的林家三兄弟 为了抢救韭菜 扛起了改革的使命 红喜菇 秀珍菇下锅拌炒 灰果 大明虾登场 两面煎到红通熟透 再放入底管面左右翻炒 吸收菇类与虾的汤汁 不同的是一道西式料理 却隐藏台湾元素 加入的青酱是用韭菜打出来的 煮完的当下会有带点 葱 蒜 结合的一个香气 所以它就跟罗勒或者是 韭菜塔是不一样的香气 其实不必等到料理完 刀一切下 韭菜那股带有一点刺鼻的浓郁味道 扑鼻而来 利多的刀工先将韭菜切细碎备用 一旁再把水 面粉 玉米粉调和 再混入韭菜碎 起油锅炒洋葱 结瓜 搅白笋 犹如一场交响乐 字字作响 但主题仍然是用韭菜调成的面糊 骨平锅面等待迎接这场秀的特别嘉宾 鱿鱼 一个斑锅 另一面已经煎到金黄焦脆 这道韭菜煎饼 韭菜腔味 却毫无违和感 像韭菜因为是我们大溪很有名的产物 所以我们 所以我是身为大溪的厨师 美美浪漫的九月学 吸引游客在此流言忘返 一般韭菜花开到这个样子 它就割掉了 尽量不会让它这样子大开 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 那些韭菜相对的比较老了以后 会让它大面积的开花 重点就是要采收它的韭菜籽 韭菜与大溪的邂逅 犹如转角遇到爱 牵起的人和这片土地最深的情感 赶鸭子的人他就是游牧民族 他就赶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他其实随身就有可能 刚好带些席带一些种子 那他就刚好带的韭菜种子 那就分散给这边的居民 然后自己也在这边稍微种 羊鸭人的无心插流 竟让看似不起眼的韭菜籽 随风落土找到了安生立敏的家 韭菜它需要一个比较 土壤很肥沃的一个部分 它不能在太平脊的土地上面 当然它还有水分要够 那他就发现我们这里 大汗溪的两侧 其实很适合这种平原 很适合种韭菜 水源OK 土汁也OK 大汗溪水流淌在山谷间 孕育出中庄肥沃滋润的沙洲 1980年代之后 在相关单位积极辅导下 农民开始大规模种植韭菜 为当地经济带来庞大的产值效益 走过40多个年头 土壤却悄悄的有了变化 西瓜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看它头花收掉了没 再来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这项水墨画的条纹 它的水墨要运开来 它这边头还没有运开 其实这颗是有点勉强 昏远可爱的迷你版西瓜 是林湛艺最新栽植成功的新品种 从平哥大木工系毕业后 凭着专业才能 曾远赴印尼牟植 远在异国他乡 却总牵挂着千里外的至青 她决定抛下所有回家 就是我妈生病 我自己也是有点身体状况 就是也没有人照顾 然后就决定留下来 然后就开始做有机的栽培 返乡的林湛艺 从自家农地从头开始 目光锁定现代饮食有机无毒的趋势 两位弟弟也受到大哥的感召 从世界角落海归回游 三兄弟当起韭菜轻农 一起评事业 我们去大溪老街 要不要过一条一起好 要 乌农工作交给大哥林湛艺 弟弟就负责行销开发市场 三兄弟齐心协力 用汗水打下了江山也擦亮了品牌 他们更疼惜这片土地 馈赠的一切 不愿堵散其身 决定将永续耕耘的观念 与做法逐步推广 我当初回来做农业概念 因为这边很漂亮 可是这边很漂亮 可是在地里面 他们的耕作方式 却是用惯形的方式 用农药或鸡粪肥 农药是种出上等韭菜的必要手段 却也同时伤害土壤本质 虽说韭菜耐热耐寒 一年四季还能多次收割 但终究难逃病重侵害 传统方式大概是40天收割 可是韭菜它 其实大约25天左右的时候 植株会弱化 植株弱化就会提到 它开始比较容易生病 所以其实25天的时候 我们的农夫就会开始去做防治 避免他生病 就会开始喷农药 丁家兄弟一头热的想改变现状 却处处遭逢酸言冷语 我都经历30年了 没出事了 我修身又比你更好 我为什么要安安 今天我如果真的不用农药了 这个损失是谁的 损失是我的 因为我听你这样做 丁家兄弟听得哑口无言 但是他们坚持信念 三兄弟决定付诸行动 做给大家看 为了加速挑菜速度 丁家三兄弟改良机器 用风吹方式吹掉泥土跟细耕 因为光讲挑菜就像火 从采收到上市 还必须有人帮你挑检 若是有机无毒种植 韭菜恐怕涨到25天 就必须收割 一样的产量相比 有机种植 挑菜的成本恐怕就大过产值 长满40天的韭菜 你挑一只 它的重量 可能跟我们小只的 可能要挑三只 对不对 可是你挑三只的时间 跟挑一只的时间 是三倍喔 三倍的落差 所以相对小的韭菜 会有人想要提前割吗 农业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年 对他们来讲 他们要看三五年 你如果每年都种出这么多的产量的时候 你才可以认为这个东西是 大于它原本SOP化的产值 因为你只是种一年好 对他们来讲 你只是幸运摸到的 就这样不断实验 又不断的打自己的脸 持续与其他单位合作改良 大西韭菜专业班50位农民中 仅仅五个人认同他们的理念 但林家兄弟没有放弃 他们很清楚 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我们水源地种有机的话 它本身的植物的根系 也可以帮你滤雨水啊 有毒的水啊 到石门水库下面 百姓水厂那边滤水 它的成本就会下降嘛 所以这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啊 你现在水溝 就下去你可以撈到 田棒啊 撈到贝壳 撈到鳝鱼 撈到泥丘 我自己也有孩子了 我没办法带我孩子去玩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可惜啊 以前这些东西都这么的好玩 但现在却没办法做 所以我一直想要把 这样的环境 就是再创造回来 最近我们这边开始 那个萤火虫的数量 越来越多了 所以至少 那个是用农药的比例啊 那些污染相对比以前 要好很多了 大家有都在努力中 是是是 一方土水养一方人 大西青农如同一朵朵韭菜花 在风中轻舞摇摆 他们秉持心中坚韧而强大的信念 顺埋扎根在桃圆大西 有些观众朋友会问 你录是为了回家 与你分享故事 我是希腊清 感谢你的收看 导入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好 我 你